跑圈里流传着一句玩笑话,没有跑前热身和跑后拉伸的跑步,都是耍流氓,一确,如果光为了跑步而去跑步,耍出来的是里程,带来的有可能是伤痛,跑前不热身,可能会在跑步时出现叉气,肺活量不足等情况,跑后不拉伸,容易产生肌肉僵硬,疲劳,酸痛,或形成萝卜腿,甚至受伤, 总之,不注重跑前热身与跑后拉伸,这些后果不堪想象,跑步热身偏,很多人在跑步的时候,为了节省时间,不热身就直接开始跑,后果就是心血管系统和肺部都还没有进入状态,体温低,肌肉的柔韧性不好,很容易造成运动损伤,此外,热身可以让你好起来更舒适,跑得更久 总而言之,不热身就跑,你会更容易受伤和疲劳,跑前热身动作,原地热身跑至前后垫步,原地热身跑至垫步高抬腿,原地热身跑至左右垫步,大腿前侧动态前拉,大腿后侧动态前拉, 囤移动态前拉,囤移动态前拉,肌肉激活直弓箭不跳,肌肉激活直弹和蹲跳,动作要求,原地热身跑每个动作20秒,肌肉动态前拉每个动作12次,肌肉激活每组15秒,上述每个动作做一组即可,跑前热身总时间,控制在5-8分钟左右, 跑后拉伸偏,与跑步前热身一样,跑后拉伸也至关重要,可以缓解肌肉劳损,放松筋膜,加速肌肉恢复,避免运动损伤,便于更好投入到下次跑步中去,还可以增加身体的柔韧度,提高血潮性,美化肌肉线条,跑步之后如果不拉伸,肌肉就会变得僵硬,产生的乳酸不能马上分解, 这将影响你以后的跑步训练,人也会更容易击备,跑后拉伸动作,大腿后裙有支撑拉伸,大腿后裙无支撑拉伸,大腿前裙有支撑拉伸,大腿前裙无支撑拉伸,小腿拉伸,小腿拉伸,臀筋拉伸,臀筋拉伸,宽前部拉伸,大腿外侧恰近竖拉伸,大腿内侧拉伸,背筋拉伸拉伸, 肩部拉伸,动作要求,建议跑后上述动作都做,每个动作做两遍,每遍15到20秒,总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,拉伸强度唯有拉伸感就可以,千万不要以为拉伸是越痛越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